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曲 李宗盛 零淚 零外 顯示明顯一點 再來就是這一個點 所以上次有講的 這就是一個中心點 那一個重心 那再來呢就是 這個橫畫 重點這個橫畫 同學的作用這個橫畫 要不然就寫的太上面 我講這個橫畫 要從下面往上面 寫線給他寫明顯一點沒關係 給他寫明顯一點 因為大家都是寫的 所以這個橫的我們把它調整寫一點點 那為什麼因為這一筆 他也是寫的 他也是寫的 所以本來都是 本來是寫的我們把它改寫的 因為大家都寫的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 所有的焦點 都會在中間這個地方 所以焦點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你 靠近這個中間寫的時候呢 因為你看這個橫 是不是還有一個撇一個大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也是從這個撇的 從這個圓的附近 所以你看大家都是圍套在這個圓的附近在寫字 在寫字 然後再寫這個納 當然這個納呢你也可以寫 長的點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長的點 那你在寫長的點的時候呢 就不要從裡面往外點 因為這樣你這個長的點要拉得很長 不要拉得很長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 把它寫外面一點沒關係 把它寫外面一點 長的點 那假如是長的點 這個地方這個角度 就是要往右往右下寫 不要 上次有講 之前有講過 端的點 就是你可以寫直一點沒關係 啊長的點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把它寫斜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就會比較長 啊 短的點 你這邊寫比較寫的話呢 它就變長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就把它 短的先 短的寫直 然後 短的寫直 啊長的 寫 寫這樣子 然後再來 這個背 就是 盡量的 往 裡面 往中間擠 然後唸 大家都是寫的 所以這一個 你給他寫一下 唸這個點是寫的 這個點是寫的 所以只有這個直線 跟這個橫線 就比較平一點點 那 其他的反鞋寫一點點 這樣彼此之間就會比較附影 好 那假如說這個是 那個點不用點那麼長 慢慢點 所以 就是在寫這個直的時候呢 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這個點 跟這個 這個還寫斜點 這個 這個 陰內 以外 給他明顯一點 他中間 中間這邊 就是 就是有一個 原形 有個原型在這邊 重心在這個地方 OK 然後不要 這個點 不要 不要藏過於 不要藏過於他 不要藏過於這裡 好這個點 不要藏過於 不要藏過於這個地方 這個點 不要藏過於他 因為我們只要讓反正這個只是比較外面 這個點在外面 所以不用說這個點要藏過於他 藏過於他 就看起來就會很奇怪對不對 就這樣子就過長了 OK 所以請同學留意一下 這個字 然後再來就是為 為 為什麼的為 為什麼的為呢 就是 重點在於 第一個筆畫跟第二個筆畫 就是 這一筆 這一筆 還有這一筆 這一筆 好 我在寫 寫書法的時候是 這地方會有點 有點弧度啦 我把它寫明顯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這樣子 有點 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這樣是OK的 那假如說你沒辦法這樣寫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有時候我們 因為 有時候我們在寫 硬筆的時候 有時候為了要寫這個東西會特別的強調的話 這也會變得很奇怪 那假如說你要保險一點的話 當然就是 直接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 這邊是直的 下面站有一點弧度 好 然後所以第一筆跟第二筆以外 這兩筆 這兩個筆畫 把它靠近一點 然後一樣再把它露出來一些些 這個不要寫得太高 你這個寫太高 你下面就會變得 寫得很大了 這個寫低點 這個寫高一點點 跟那個作業裡面 手指頭的指也是一樣 這個口有沒有 把它 露長一點點 把它 這個口把它露長一點點 千萬不要 變成這樣子 千萬不要變這樣子 這把它露出來一些 然後呢 再來 第三個筆畫 從下面 是跟這個字很像 一邊在裡面 一邊在外面 所以這個在裡面 這個在外面 然後這是寫的對不對 所以由下往右上 給它寫一點點 跟這個不是很像有沒有 往右上寫 然後往右上寫了以後呢 有出去就好了 然後呢 再 往內 往內 所以你看 到目前為止 你看 幾乎都是 往這個地方 焦點的地方 集中 都跟這個字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斜度有沒有 這是斜度 當然這個回的這個 這個斜度可以斜一點 也可以更斜 這個 有斜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是這樣子 那這個 在寫這一筆的時候 看著它寫 寫它的時候看著它寫 然後呢 一樣 盡量往內 一樣盡量往內 所以就是說 要往 裡面 做集中 然後只有這個 寫最開 只有 只有 只有這個寫最開 所以你看 因為這個是這樣子 你看 這個結構就是這樣子 所以 越往中 越往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中心 越往越集中 然後接下來會有四個點 會有四個點 會有四個點 所以呢 有一個點 一定是對準它 往這邊點 然後呢 有一個點 一定是對準它 往這邊點 好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接下來後面那兩個點 要點哪裡了嘛 對不對 有沒有 距離 距離就一樣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 這個比的話 對準它 有沒有 這個比的話 對準它 我們上次就講說 好像這個點可以對準哪裡 好像可以對準這個比方 這個比方 他們彼此之間都會有一些 那個互相的關係 所以 所以就是說 這個頭 你看 假如我 我把這個頭 把它斜短的話 這個直銷變成沒有沒有什麼精神的 所以呢 我們就會 來 再把它寫長一點 把它漏出去漏長一點 所以這是 以上是這那個 兩個字 那這四個點 可以越來越大點 可以越來越大點 越來越大點 就是小一點點 然後大一點點 可以越來越大點就沒關係 比方就是 大小大小跳來跳去 有點漸層 有點漸層 那有人呢 是從大點斜到小點 但是我覺得從大點斜到小點的話 會有點 左邊太重 為什麼變這邊很重 裡面大點 我這邊變小點的話 變左邊很重 右邊越來越很輕 所以我覺得可以小點反而變大點 或是 小大小大這樣子 小大小大 這樣可以 好 因為這四個點 本來就是一個火 所以火 就可以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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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然後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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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左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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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就是左右左右 或者是 有小 變大 OK 所以這是 那個 上禮拜 大概 普遍會看到的 幾個問題 跟同學 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邊會有一個重心 這邊會有一個 重心的一個焦點 會在這個地方 這邊的焦點是 虛的 他們就是圍到這個圓的 旁邊 周圍 這邊 幾乎會有一個焦點 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寫他們的時候 盡量都往這個地方 都往這個焦點 往左上 靠 往左上 往左上靠 往左上靠 這一個 就可以往右邊 拉開來 這樣子 這樣子 就會有一些 那個 那個 鬆緊 有些鬆緊的部分 就是 這個字啊 這個字 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橫線跟直線 所以 他沒有 他沒有橫的跟直的 所以 都是寫的 那都是寫的字呢 我們就是 都要讓他有 那種 都是寫的字 都是寫的字 我們就要讓他有 聚散 聚散 讓他 讓他明顯 所以 那個 這個 這邊就會比較密一點 這邊就會比較 這邊就會比較稀疏一點 聚散 讓他明顯一點 所以就是 就是聚散 聚散 讓他明顯一點 好 那今天呢 我們要講今天的進度 今天的進度 其實跟上禮拜 有一點 一樣 有一些些 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進度是 左邊跟右邊長得一模一樣 或者是 上面跟下面長得一模一樣 左右長得一模一樣 左右長得一模一樣 上下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左右長的一樣 或上下長的一樣 上禮拜有一個字 是非成敗的非 有沒有提過了 這直中耐點 盡量往這個地方集中 他就對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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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一樣是上面窄一點 下面可以寬一點點 那假如說 這個排骨啊 你寫的太開了 你看起來太開了 那怎麼會把它寫密 就是沒辦法變得比較密 所以這一筆 故意不小心把它 突出去 給它 突出去 給它進來一點點 這樣兩個看起來就不會那麼開了 所以我們在寫的時候呢 就是 可以把它 寫進去一點點 把它寫進去一點點 然後左邊低 右邊高 左邊低 右邊高 OK 這樣子就OK了 好 故意不小心給它 那抵進去 那就可以了 好 左邊低 右邊高 左右 長得一樣的字 好 原則上呢 當左右 長得一樣的字的時候 就是 當然這個是對著 有些長得一樣的 好 例如說 枯 反正 你就是記得 當有兩個長得一樣 就是左邊小 右邊大 左邊小 右邊大 左邊低 右邊高 好 兩個孔 好 兩個孔 中間會有一點點空間 所以就是 給撇跟那 的位置 好 就是給撇跟那 所以這個地方就往裡面塞了 好 所以這個孔就是 一樣 就是左邊小 右邊大 好 那再來呢 有些我們會遇到 就是不是橫線跟直線的 雖然這都是橫線跟直線 所以比較好寫 說左邊小 右邊大 左邊低 右邊高 然後呢 有一種是斜線的 我記得我也是跟各位同學提到這個字 那個多少的多 多少的多 今天我們就要來寫 多少的多 這次把它畫大一點 好 這個多少的多 因為它都是斜的 都是寫的 好 重點呢 就是 接下來要寫的字 就要對準 好 就這個點 對著這個點 來點 所以這個點 也是對準的這一條 這一條公平公 然後 上面小 下面大 下面比上面稍微大一點點 然後寫這個字 就是對準的這一個 你看這個點 好 還有這個撇 這個撇的起筆 對著這個點 這個撇的起筆對著這個點 然後呢 這個點呢 又對準了這個點 的下面 所以 都在這個地方 中心走都會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膠頂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留意一下紅色的 紅色的區域 我覺得這個字呢 就是 就是對準 一偏離的話呢 就是左右就歪掉了 好 接下來呢 貝哥哥 這個呢 你看這個 橫線 在哪裡呢 這個橫線坐落在於 它跟它是在焦點的附近 然後呢 這個跟這個大概在 也是在下面這個焦點這個附近 就是這個頸子有沒有 都會在這裡跟這裡 對不對 下圍顯還是都是 弓這種焦點的地方 這裡跟這裡 交接的地方 好 那又是貝哥 那這個 跟這一樣 這邊就是往左下的 那這個跟這個都是 往右下的 往右下的 好 那這裡有一個長的勾 有一個長的勾 所以呢 這個鐵啊 就盡量往 往這邊集中 往這邊集中 然後這邊 就空間把它 寫多一點點 把它留多一點點 好 那這個頭都要露出來了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看喔 都把它寫在 盡量不要超過 右邊三分之一的地方 我們就把 集中在左邊 這個寫得越小喔 這個寫得越小喔 這個寫得越小 這個才可以寫得越開 好 那因為這邊 要不要勾 我覺得 不見得要勾 你要勾 你就勾小一點點 不要勾得太大 好 這個就寫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就比這個 稍微長一點 有沒有 這個比這個長 好 所以就篩空間了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在寫下面這一筆的時候 看著上面這一筆 這個就比這個還要長了 所以 這個就比這個還要長了 因為這個比這個長 你這個 有沒有 你要寫得比它要長 好 那這個勾 就可以用直眼的方式 可以把它勾明顯一點 然後呢 再來 這個點 假如說你覺得 你 這裡還有位置 你就點裡面 這樣這個地方就會更密 那假如說你覺得這邊還很空 你也可以 你就點在外面 我是覺得點在裡面 這樣裡面就會更密 這種緊湊 疏密就會更明顯 這個點 你可以的話 我們看一下 假如從這邊撇 撇下來 你在撇之前看一下 我這樣撇下來 會不會跟它強碰到 碰到的話 這邊就黏住了 這邊就黏住了 所以這邊就變空了 所以在撇的時候 就是 在撇的時候 一定要看左邊的底畫在哪裡 看一下左邊的底畫在哪裡 好 我會建議從裡面 撇 就是 假如這個低 這個就高 或者 然後 這個低就這個高 盡量往裡面塞 盡量往裡面塞 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密了 然後記得 這個背 不要把它寫得太開 寫瘦一點點 寫瘦一點點 各位朋友也只要記得 你現在已經寫到這樣 已經寫到我們快起末了 你只要遇到這種背 或者是 那個 紙有沒有 可以在寫鎖紙頭紙 有沒有 紙點的紙有沒有 就是 這都是寫瘦 對不對 月亮的月有沒有 月亮的月都是寫瘦 所以就是說 兩個 兩個直線 所構成的字 原則上他們的那個寬度 這個寬度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不會因為說 這個背遇到了誰 他就要變得比較寬 所以他原則上都是那樣瘦瘦的 月亮的月也是一樣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說今天怎麼這樣寫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塞空間 有沒有 塞空間 有沒有 去塞它 所以比較密 然後因為這都是斜的 有沒有 這都是斜的 這是斜的 這也是斜的 所以這個橫線跟橫線 就不要寫太平 也跟著稍微斜一點點 所以就是變成斜的 有沒有 大概要這是斜的 斜的有沒有 這是斜的 有沒有 這也是斜的 所以就是 假如這樣寫的話 有沒有 假如這樣寫的話 那個橫線跟這個斜線 就會落差就會很大 所以就是 要把它寫 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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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斜的 大家都是斜的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整體看起來會比較協調一些 好 下一個字 上禮拜講的那個 對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有兩個 羽毛 就是 那個 都會長得很像 所以 這邊 再寫一次 因為 那個 上禮拜的這個字 也是蠻多 同學寫的有問題 這個飛翔的飛 就是 這斜的 壓 然後呢 第一個 第一個羽毛 就不要太大 跟這個 哥哥一樣 你看 這個大概就是 在這條線上面 這條線上面 這就可以把它拉長了 然後呢 因為這個比較長 所以這個扁 這個點盡量往上靠 跟這個意思一樣的 盡量往上靠 這邊把它拉長多一點點 好 這個就是這個 深 所以你看喔 這個扁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像 這個月亮的月有沒有 直扁 然後呢 這個直扁 當然也就是 居住在這個 這個線的附近 所以在寫這個直的時候 就是 它的中心軸 它的中心軸線 會在這裡 上禮拜這個部分 上面都有講 這個中心軸線 是在中間 這個中心軸 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焦點都會在這裡 包括這裡跟這裡 這裡跟這裡要靠近一點 不要分得太開 不要分得太開 所有的焦點都會在這裡 都會在這個地方 好 它的這個扁 這個深 就一樣 就是 這個扁 長短沒問題 我覺得都還好 但這就是要直扁 這是直扁 OK 所以 同學留意到這個字 不然很多人的字 這個背 都會寫得太大 就是因為它跟它 兩個距離寫得不夠密 就跟上開來 所以把它寫大一點點 不是 就是把它寫緊一點點 這裡要寫緊一點點 OK 再顯示好了 這個背呢 把它 寫在 第一個 把它寫在中間 在三個之一的附近 只是凸出去一點點而已 就是有一個焦點 第二個呢 要靠近它 不見得要連在一起 但是就要靠近它 然後呢 上次有提到 在寫這個很像 九的字 這要再往左邊彎一下 然後再拉出去 一定要往裡面彎一下 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 變這樣子了 這樣子它就一定會 就一定是 那個 被開來 分開來 所以 有點往裡面的 意思 以後 然後再往外面拉開 所以 就是 剛剛都有提到 都會在焦點 這邊有一個 焦點 這邊有一個焦點 它跟它 就是會靠近一點點 大概就是 都會在這個軸線上面 所以這就請同學有意到 所以剛剛有兩個歌 兩個口 甚至兩個羽毛 接下來來講兩個火 好 兩個火 鹽 鹽雅倫的鹽 但是在講這個鹽 我們也可以多講一個字 彈 彈效風針的彈 彈目的彈 好 鹽 我們上次有講過 火要怎麼寫 火 一滴 一高 一滴一高 就是一滴 一高 這都是斜線嘛 對不對 碰過了它以後 碰過了它以後 再來點 再來點 好 現在呢 遇到了兩個火 像 龍 龍帽的 龍勝的龍 左右兩個火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點就點在 它跟它的中間 一滴 一高 然後呢 這個小 這個大 這個低 這個高 所以 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這個點在這裡 這個點 就在它跟它的中間結束就好了 不要說一定要把它撇到這下面來 然後呢 假如說是 龍 因為這邊有一個蓋子 這個蓋子就最寬 所以這個地方就比較顯納 就用點的方式 好 這樣子呢 兩個火 至少可以 手牽手 together 這個 好 那 這個橫線 就跟著橫線就平行了 這就簡單了 好 但是在寫這個字 請同學留意到 因為上面筆劃很多 而且你只有一個木 所以呢 你這兩個點 調點這樣子的話 就很容易投動腳輕 所以呢 這兩個點 就可以把它 點外面一點 把它點外面一點 點外面一點 至少呢 至少 我們寧願 把它調成變成倒的梯形 也不要把它變成倒的三角形 你看 這樣就變成倒的三角形了 OK 所以呢 就不要這樣子 所以 把左右兩點 把它點開來一點點 至少呢 它是倒的梯形 好 所以這是 左右兩個火 所以一定要去 去那個篩空間 要去篩空間 好 我們來寫一下 因為左右有兩個火 你看兩個火 剛好可以寫在哪裡了 剛好就寫在 左右兩條 中心走的 這個 兩個 軸線 上面 好 所以呢 這個低 這個高 直線通過以後再來點 直線通過以後再來點 然後再來點 然後呢 它跟它的中間來寫 來寫點 然後這個寫高一點點 這個低 這個就高 好 然後這個點 剛好你先點在這個 交叉點的附近 好記得喔 這個蓋子往左下 不要往右下 不要往右下 要往左下 往左下 你看 然後因為呢 裡面呢 只有有一個木 只有一個木 所以這個勾 要往裡面勾 你看喔 我往裡面勾 我這個木的橫線 只要寫到這邊就好了 假如我往下面勾的話 這個橫線就要寫得更長了 因為下面的筆畫很少 所以我就要強調這個木的結構 所以我把這個木的這個勾 直勾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你的木看你是要寫這樣子 比較有力量 應該還是要 這樣子比較有力量 一定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這邊是直接 直線收回去 但是呢 這邊多了一個勾 也就是說幫這個木 都增加了一些 底畫的意思 所以就是 有點直勾的感覺 因為頭重腳輕 所以我就用個勾 往上 還有一個往上的力量 讓它呢 不會看起來太沉重 所以這兩個點 也把它點開來一些些 好 所以就是 記得 講到目前為止 都是在講說 這都是斜線 都是斜線跟斜線 這都是斜線 怎麼樣讓很多斜線 變得有點聚焦 這就是 取決於 取決於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塞空間 怎麼樣去塞空間 那當然這個火呢 有時候你用點的方式 有時候用點的方式 看起來空間 會留下很多空間 例如說你看 我用點的方式 這邊會留下很多空間 所以呢 你可以往右上勾一下 往右上勾出去 這樣子它就可以多塞一些空間下來 可以讓空間更加均勻 更加緊密 那為什麼我又往這邊勾出去 勾出去可以呼應到接下來要寫的這個筆畫在這裡 所以可以這樣子 但是勾只是一個意思喔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筆畫 不要變成這樣子 那就不對了 這樣子 勾 勾出一下 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在這邊講三連鎖也是一樣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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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小尾巴 這個小尾巴不要再刻意強調 這個小尾巴 一點點這樣就可以了 一點點出去就好了 不要讓這個 虛的筆 就是大過於實的筆 我們在寫楷書的筆 那形書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左右兩個火 那我這邊就插掉囉 左右兩個火當然也有上下兩個火 左右兩個木 有沒有上下兩個木 沒有 好接下來我們講那個 上下兩個火 那我覺得寫上下兩個火 就是有點 有點浪費了 所以我們就來寫那個談笑風聲的談 好但是我們先講 上下兩個火 好上下兩個火 一滴一高 然後呢 還有同學 因為老師在改作業的時候 就是有看到有同學 就是有時候傳錯 傳錯地方的 可能這個禮拜的傳到上個禮拜 就是傳錯地方的 沒有關係 因為老師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所以你傳錯地方 那個 我會幫你直接把那個 我會直接登記在你那個 那個正確的地方 因為我還是以總量為主 以總數為主 上下兩個火 遇動 遇動火最怕 上下兩個火 遇動 最怕這樣子 最怕這樣子 好 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鐵跟這個蠟 有沒有 還有這個 這一筆這一筆在這裡 最怕這裡 有沒有 跟這裡 就是 快黏到了 快接到了 所以就變成這個地方 會有很多位置 所以 遇到 上下兩個火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 去 要把他 這個問題 把它解決 所以 就變成 這個 這個 我把它撇開一點 這個可以點裡面一點 或者是 這個點 就可以點在它的 下面 這個點 就可以撇在 這個點的外面 好 這樣子呢 是不是就 下面的火可以塞到上面這個火的下面了 所以 就是 你在寫的時候 就是留意一下 假如你上面寫得太密 太緊 你下面這兩個點 就會跟著上面這兩個點來寫 所以 與其這樣子 倒不如就 敞開大門 讓它塞進去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呢 所以就是 乾脆就給它撇開一點點 當然不用那麼的長 只要有開 讓它能夠塞進去就可以了 這就是 有時候我們在遇到 很多斜線 你看這都是 這都是斜線 很多斜線 要怎麼樣去 讓這個空間能夠 更緊密 但是呢 只有這個地方稍微偏直 我們不是說 寫這個 火有沒有 直線以後這邊再來彎 有沒有 直線以後這邊再來彎 所以就是上面偏直一點點 所以不要一開始寫火的時候就直接寫了 直接 你直接寫掉的話 就是 不管怎麼寫 這樣即使它塞進去 這個火還是 還是倒掉的 還是 還是倒的 所以 直的以後再來彎 直的以後再來彎 所以這都是一樣 也是 直的以後再來彎 直的以後 直的以後再來彎 好 那個 想到這裡就想到 我們班上今年 不管是雲端學院 或者是 今年我們班的同學 在書寫作業的 學習的程度 或者是 或者是 學出來的作業 都比 都比那個 往年好很多 所以雲端學院也是 雲端學院的同學也是 感到非常的高興 一滴一高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不要超過 不要超 這樣不要超過 三分之 雲端學院的三分之一 開一點點 然後點 一滴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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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空間 然後再來 這樣子 OK 篩空間 好 那我們要篩空間 然後之前有提到 在寫這個 研字旁 的時候 就是 遇到左右有筆畫的字 所以這個地方 不要做太多的造型 右邊不要做太多的造型 讓左邊 讓左邊的那個 凹凸 造型明顯一點 因為人家右邊是有造型的 所以只要左邊做造型 右邊做造型 左右兩邊 那個差距會差得太大 所以 同學留意到 就是右邊做造型 左右兩邊的字 會變得 會噴得太等 會噴得更開來 對 剛剛有提到 那個 今年同學的那個程度 都比去年 結算作業比 好多 上下兩個長得一樣 原則上都是要有一個 中心走的概念 包括連這個地方都有類似的 中心走在這裡 上下長得一樣 都有一個中心走的概念 甚至連這個地方 那個中心走就是 跟這個直線會有關係 左右長得一樣 因為它是斜線 所以就去塞空間 這是塞空間 上下一樣 就是一個中心走 好 接下來 就是 會有一個 我覺得不是很好寫 但是還是要寫看看 先講一個簡單的 先講一個簡單的 就是 這個題外的 這個不用寫 因為這個還蠻簡單的 之前有講過 兩個圖 兩個圖 兩個圖就比較封用一個直線 然後我會建議 這個直線 邊左邊一點點 這樣子 你右邊這一題 看起來就會 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好 然後呢 你有可能會遇到兩個叉叉的 有這種字 有沒有 第一個疊 第一個疊就對準它的下面 有沒有 然後呢 這一疊就對著它下面 所以就是說 它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你看喔 你是要這樣子寫 還是要這樣子寫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就是 在它的裡面 在它裡面 在裡面 這樣子 好 所以 講這樣子的話 是就跟 剛剛講那個火 意思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 就是要去 要想辦法去塞空間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好 現在要講那個 找 好 找怎麼寫 有點難喔 就是 上下長的一樣 好 當我們上下長的一樣 怎麼讓它變成 上下長的不一樣 下面這個一定是要寫大 上面寫小 沒有錯 好 這個字會很少寫 那我們就這樣子啦 點 這個用點 然後這個直線不要寫太長 因為這個直線寫太長 人家下面還有一個直線在 好 所以通常遇到這種問題怎麼辦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左右把它錯開來 好 所以上面的框 寫小一點 下面的框 就可以寫 大一點點 好 你看 這邊上面小 這邊下面大 所以這個地方 不要寫太長 你寫得越長 下面的壓力就越大了 好 所以兩個不要共用一個直線 然後呢 接下來 我會建議 假如這是點 這是點的話 我要 你這用點 這用點 這樣你就會 有壓力了 你在寫的時候 就 哇 要怎麼寫呢 所以呢 就把它改成那些木頭的木 這邊撇 把這邊張這樣子 好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來調整一下 就是 既然這邊有一個撇根納 左邊跟右邊 是不是適合寫得太長 因為我已經把它變短了 所以其實 左邊跟右邊 左邊跟右邊 它只要比上面 我覺得只要看起來比上面長一點就可以了 你看 這個寫短這個撇根納納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所以 就是我們除了去 調整它的大小 好 我們知道 一開始是這樣子 上面寫小 下面寫大 好 這是基本的 有沒有 上面寫小下面寫大 但是你看起來 下面會看起來特別的空 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邊所造成的 所以 也就是說 左右兩邊的這個框 就需要把它寫得 太大 有就好了 有就好了 就像我們在寫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 通常不會寫得太長 比如同學在寫作業的時候 很容易會把這個地方 會變得 這麼的大 會變得這麼大 你這個框 你這個框看起來越大 你越直 就看起來越小 所以 這樣不是 比較好嗎 對不對 所以就要就讓它露出來一點點 有沒有我們之前在寫 那個 寫一些值的資料 有沒有 就讓它露出來一點點 框的感覺 不要太明顯 光越明顯 你裡面的字 就越容易框住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 兩個一樣的字 要怎麼樣去調整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叫做透天式的 透天 透天 透 透天 別樹 透天 透天式的字 就是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例如說 像那個 一層一層一層疊上去的字 所以它的重心 就是 它聽說寫在中間三分之一的地方 但是它不是 就全都要寫在這裡 就是說 以正面為 中心 就是左右 往左右 突出去 這樣子的結構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在中間的地方 有些突出去一點點 有些進來一點點 突出最長 進來一點點 突出去一點點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它屬於那種透天式 但是呢 既然它是透天 你看 還是要突出去一點點 不要完全就是被左右兩邊 給框住了 一定要 突破 突破這個框的那個 框的那個進步 這個頭也是要露出去 因為上面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筆劃 所以把它 突出去一點點 然後就是這個直線 這個直線不要把它寫得太長 我覺得大概跟左右兩邊 差不多就好了 然後你這邊 就是可以 疊 它就是疊 疊分點 所以上面短一點 下面 就可以寫長一點點 寫長了 所以就是說 兩兩比較 就是寫這個的時候 跟上面這個 分線比較 然後呢 即使我才跟它 中間有距離 所以既然有距離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把它寫長一點點 都沒有關係 當然還是要先寫左邊跟右邊這裡 好 然後呢 再寫直線 然後撇 還有 還有撇分 好 那有些人在寫這個地方 它也可以這樣子寫 右的這樣子寫 就是寫這個時候 直接這樣子 也有這樣子的 這樣也OK啦 下面這個用勾的方式 那就是 下面這個用勾的方式 上面就不要勾 上面就不要勾 下面給它勾 然後反正就是 同樣的部位來做比較 原則上就會 就會比較OK一點 剛剛提到的這裡跟這裡 你也可以這樣子 像這個用勾的 我們為了要讓上面看起來更小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寫這樣子 我覺得OK 撇跟點 好 我覺得這樣也OK的 你看這個看起來就會更大了 所以這個撇進來 我覺得這個沒進來 OK的 好 所以我決定這樣子寫 請問一下那個同學家裡有沒有毛筆 沒有 有毛筆的接受 我多了 好 OK 突然間驚恐的衍生 看這個 你們期末考 老師在這邊寫書 你也送給你們 你也送給你們 那不錯啊 好 上面寫寫 下面寫大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字 好 上下長的一樣 左右長的一樣 我來找一個 在一個左右長的一樣的 好來講一個 我怕下禮拜也沒什麼時間 我們來講一個 三個的 三個長的一樣的 生你的生 好 剛好有看到這個字 你這個木 就一樣用點的方式 好 有沒有看到這個點 跟這個直線的中間有沒有 就是放這個直線 它跟它的中間 放這個橫線 這個點的下面 假如說放直線的話 這邊變很大 所以把它偏左邊一點點 就是左右把它錯開來 左邊比較小 越邊比較大 左邊比較短 越邊比較長 這個點 撇到它的點的下面 這個再 拉長 好 所以呢 看起來都是橫線跟直線的字 但是它也幾乎都是 有去穿插一些筆劃 它跟它的裡面 不見得要中間 但至少是直線要偏裡面 它跟它的裡面 這樣子 這個跟這個點就不會打架了 有沒有 最怕變這樣子 你看寫這個字 最怕這樣子 出現什麼問題 就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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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要把它 撮開來 塞進去 撮開來 稍微把它移位一下 這個字就會 比較 這邊就會變得比較集中一些 這邊 這個是 三個字長一樣的 原則上 這個小 這個大 至於這個長怎麼樣 你要保險點是中 當然有些 這個寫很大 這些小字寫大 不管怎麼樣 左邊這個就是要寫小 所以那個 稍微留意一下 三個不要一樣大 要有大有小就對了 那有時候遇到這種字 跟字很像 上面就把它變扁了 變扁了 它就變得比較扁了 它已經變成假如這個 它很長 對不對 這個也很長 有沒有 這個也很長 哇 那這個字就變得拉長 所以這個字 上面這個把它變寬一點點 因為這個是有直線拉長 所以這個是直線比較短 所以它的 樓邊就看起來會比較 會比較寬一些些 因為直線比較短 所以 沒有同時 上面要把它 稍微把它寫扁一點點 不要寫得太長 你寫得越長的話 下面會越沒有位置可以寫 記得要去曬那個空間 好 所以呢 那個 那個 剛剛有提到 就是 這邊有兩個火 所以三個火怎麼辦 跟它一樣 也都去曬空間 三個火也都去曬空間 這個字同學不用寫 三個火同學不用寫 但是老師在這邊寫一下 有沒有 這個點 這個點 也在 它跟它的中間 因為我這個瓶在這附近 然後就是找空間 就是找空間去寫就對了 它跟它的中間 這瓶瓶瓶外面 這樣子 盡量去 盡量去 塞空間來寫 盡量去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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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位置寫 所以這個都是 橫線跟直線 但是呢 這邊 碰到一些斜線 所以斜線 剛好去 直線去插斜線 然後這個都是斜線跟斜線 所以斜線跟斜線 互相去找空間去塞 這樣子就會變得比較 會比較輕微一些 不然這個字呢 假如說沒有去做這個處理的話 很容易變這樣子 也是一樣 有沒有 就很容易打架 就很容易打架 就是密的會變得很密 然後吸塑就變得很吸塑 所以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要去塞一下人家的空間 這個字不用寫 不用寫 在這邊稍微提出來 所以遇到了那個三個鵝 鵝多的鵝 或是三個字 或者是那個三隻魚 或是三個車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花繪的繪 我覺得這樣寫得比較好看一點 最快就花繪的繪寫這樣 這樣子就變得比較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比較白一點點 變得像都是 三個 三個十支架 三個十支架 搞作真的這樣子 不好看 所以呢 這個 短的 那這個可以變成這樣子 造一件鞋 直中帶鞋 這樣子 所以跟這個飛這邊長得很像 有沒有 跟這個地方長得很像 所以 所以 同學啊 名字是有個會的 就是 這可以稍微斜一點點 直中帶鞋 那這個 只要這個橫劃 寫在這邊 腳不會打下的話 那也沒關係 那就這樣子寫 那我是覺得可以上下脫開來 可以上下脫開來 這個寫到這邊 可以寫進去一點點 這樣不會變成這個樣 就不會變成這樣子 就不會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邊 很密 而且這邊很空 所以呢 我覺得可以 把它稍微拖出去一點點 這裡 比這裡 這邊稍微拖出去一點點 然後呢 它寫下來一點點 就是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我稍微把它錯開來 這樣子 我覺得才不會有太多橫線跟直線 很多橫線跟直線 就是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安排的不穩當 你還是把它寫出去一點點 然後這個寫下來下面來 我覺得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左邊短一點 右邊長一些 把筋的齁 手筆的齁 要留意到齁 好 好 再來一個 絲 絲路的絲 是 這個 我覺得要畫一下 先讓同學 知道位置在哪裡 好 絲路的是 聽說我們這門課 下學期 遇選 聽說 兩百個人 雲噸學院遇選 也兩百個人 以後我再直接招在海大開 一筆書法 一二三四 這樣子的 只要上一筆畫就好 這個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凹 這個凹 一定要 重點在於 這一筆畫要寫一點點 所以請同學在寫作業的時候 上次有提到 這一筆要寫一點點 要寫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這三個點 也是往右上寫的 這三個點就看著這個寫度來寫 這個絕對不要寫平的 寫平的就輸了 然後接下來 篩空間 左邊一個凹 右邊一個凹 右邊一個凹 所以要怎麼辦呢 左邊小越變大 來看著它跟它的中間 它跟它的中間 所以對方就是 左右有些字可以去 往這邊 往這邊寫 儘管他們沒有尻在一起 就是 對著它跟它中間來寫就對了 假如說沒有對著它跟它中間來寫的話 變怎麼樣呢 好這個有寫過 會變這樣子 對著它來寫的話變這樣子 對著它來寫 雖然沒有黏住 但是這邊遠遠的看就是變得很長一條線 然後呢 這個地方又變得更空 所以呢 錯開來 錯開來 再把它稍微錯開來 一下一下 對著它跟它這個洞來寫 所以這一筆有沒有 就會對著它跟它這個洞來寫 這樣子 左右看起來就不會落差太大 這個也是要洗血一點 把這個點 就點外面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紫線 這邊是一個小 一點點 一點點外 所以就是重點是兩個洞 兩個洞那個寫的位置 就是要對準人家的那個 對準人家的那個凹洞 對著那個凹洞的空間去塞它 這也是對準人家的凹洞去塞它 一樣喔 這一筆跟這一筆 要把它寫斜一點點 OK 然後呢 這三個的斜度 寫這三個斜度就看著它來寫 這樣子 然後點跟點 因為稍微有要過下面有要少 所以這才能點喔 不要點的太靠近喔 不要點的太靠近喔 把它點開來一點點 點開的話至少那個 點開的話至少 就是這個劉備這個看起來會比較大 然後在點的時候 你看 那我這邊的距離的控制好了嗎 自然的燃料 這邊的距離 大家就可以差不多了 看到這幾個圓圈圈 好我們可以請同學留意到 這邊有幾個分別 左邊小邊大 還有這個斜度 把它寫出來